大家好,我是白子玄 在视频开始前,先做一个原创声明 我这期视频的文案 8月17日发布在了知乎的同名账号上 8月19日上午11点13分 知名公众号地产天机发布的名为荒谬的文章 将我的文案浓缩起稿 截至目前已经有10万家的阅读 所以,如果有同学看过了他的文章 觉得我这期内容高度相似 请你明白 不是我抄袭的他,而是他起稿的我 下面是视频内容 今天,818龙虎 很多人都说 如果龙虎倒下 将会给房地产行业致命一击 他们会这么觉得 其实是对龙虎不够了解 看完这期视频 你就会知道 龙虎和已经爆雷的房企 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龙虎如果出事 起因只会在本期讲的三大风险的范畴内 在讲三大风险之前 先说一个词 IPD IPD翻译成中文 是产品封装 说人话就是复制 最早做IPD的是碧桂园 碧桂园在许多三四线城市 都有名叫黄金时代的楼盘 甚至一个城市里面 会有好几个黄金时代 你会发现 这些叫做黄金时代的楼盘 全国各地都长一个样 不管是售楼部 样板房 住宅外立面 就连地上的瓷砖花纹都是一样的 这就是IPD 直接复制 不要创新 因为创新是需要时间的 创新的设计需要时间 与之相对应的施工方案 施工工艺 也需要时间去调整和升级 时间长了 就不利于高周转 为什么要说IPD呢 因为从2019年起 龙湖也开始推进IPD 只不过龙湖不像碧桂园那么极致 一个城市里出现几个 完全一模一样的楼盘 龙湖的IPD不包括体验区 只包括住宅的户型 楼型等内容 龙湖按照品质 从高到低 把住宅分为P3 P2 P1 几年前 龙湖还有P4的 现在 新项目连P3都很少做了 P4已经完全绝技 毕竟高品质意味着高成本 在行业利润下行的这几年 龙湖也避免不了主动降大 来缩减成本 提高利润的命运 龙湖会将土地 确定好品质分级 比如 一块地是P2档 那就到经典项目库里 去找P2档的户型 楼型 景观的方案 几个老项目的各个环节 做一下排列组合 缝合成一个新项目 所以 如果你在的城市 龙湖项目足够多 你会发现 他们的户型几乎一模一样 这就是IPD 是龙湖高周转之路的巅峰 之前的视频你说过 2016年 楼市第二次狂奔之后 整个行业都开启了高周转 从拿地到开盘的平均时间 从以前的9到12个月 缩短到了6到7个月 得益于IPD的助力 龙湖的平均开盘时间 在5个月左右 高周转的速度 是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 这种高周转速度 还得益于 另一个部分的复制 体验区 体验区 是房地产营销的最大道具 分为三部分 前厂 售楼部 样板房 前厂就是从项目入口 到售楼部之间的这段距离 前厂是项目营销 最出彩的部分 越高端的项目 越会精心打造前厂 有些项目 会做长长的竹林通道 来彰显仪式感 有些项目会堆栖 心中是景观 来彰显项目的豪宅定位 总之 体验区就是要建的好看 建的高大上 来牵动客户的狗房冲动 过去 每个项目 都要设计独特的体验区 独特的设计意味着独特的施工方案和工艺要求 使得设计环节和施工环节的时间都很长 所以 在过往的开盘准备中 体验区施工占用了极大的时间 因此 体验区工作的优化 必然成为高周转的核心要素 早在2012年 龙湖就对体验区动手了 2012年 龙湖发布了体验区景观设计管理规范 规定 新项目90%采用标准化产品 10%自行创新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过去 龙湖在大本营重庆设计了许多经典的体验区 但在2012年之后 龙湖将过往的经典体验区集合成库 新项目体验区里90%的方案 直接从经典库里照搬 只有剩余10%的部分作为一点创新 以前是每个项目都要设计独特的体验区 现在不需要设计了 直接照搬以前的 A项目的前厂 加B项目的售楼部 加C项目的样板房方案 缝合成一个新项目的体验区 这大大降低了龙湖从拿地到开盘的时间 虽然龙湖不像碧果园那样 把体验区也容纳进IPD的范畴 但是复制的思路是一脉相成的 在一个城市里 龙湖的体验区可能不会重复 但是放眼到全国 就会发现体验区在不同城市之间的复制了 高周转这个词 听起来和印象中的龙湖相距甚远 许多人印象中的龙湖还停留在 宋伟平拜扶的十亿田园 一山傍水的别墅专家 我前面说这么多 就是为了让大家有一个基本公式 龙湖早就不是过去的龙湖了 现在的龙湖就是一个极致高周转的房企 2012年从体验区开始复制的思路 2019年开始推进IPD 龙湖的开盘时间一步步缩短 前些天的答复会议上还提到了 合肥三个月开盘的案例 之前的视频里我用现金流模型和大家解释了 高周转的本质 资金的快速周转 龙湖之所以在股价暴跌后 将三个月开盘作为一个稳定资本信心的重点 就是因为快速开盘有利于预售资金的快速回笼 从而吸纳现金保持公司的财务健康 另外高周转模式的核心 就是在现金流快速回振后 储备好拿下一块地的资金 然后继续拿地扩大规模 这就是风险的源头 龙湖确实是不做乾荣 不做飞镖的 乾荣的概念在高周转那期说过了 没看过的可以去补一下课 龙湖不做乾荣 不做飞镖的目的就是不借贵钱 从而一直保持着极低的融资成本 从融资成本的排行上 我们可以看到 龙湖的融资成本仅次于中海和华润 这两家央企 以民企的身份和两个央企大佬 站在同一水平线 这确实是非常强悍的战绩 但是不借贵钱 就意味着少了很多融资渠道 借款规模也会小很多 但龙湖过去几年 一直都是千亿级房企 拿地货值也是排在前列 它是哪来的钱 让自己拿地货值 和借贵钱的其他房企 排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的呢 这就要说龙湖的第一个风险 W 从2019年开始 龙湖就开始大力推进 从实体企业借钱的动作 从2021年开始 这项业务有了一个代码 W 为什么龙湖给这项业务 取W这个名字 因为W可以看作两个V 代表着双赢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 这个双赢其实是龙湖赢两次 W业务就是向实体企业 以8%的含税利率借款 注意是含税利率 借款方实际能拿到的利息 是不够8%的 W业务主要针对两类企业 一类是各城市本土的小房企 另一类是纯正的实体企业 其中以建筑总包为主 龙湖为什么要向实体企业借钱 其中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房地产现在有两集中政策 每年会有几个集中节点 需要储备资金来拿地 在这些用钱高峰期 房企之间在借钱规模上 是有竞争的 但是实体企业 就不受两集中政策的影响 不存在用钱高峰 这样可以保证 龙湖有极大的概率 融到更多的钱 从而有更大的机会 拿到更多的地 二 W业务中最主要的企业 就是和龙湖合作的总包单位 总包只要还想做龙湖的生意 就必须借钱给龙湖 大一点的总包单位 借款会超过千万 中小的总包单位 借款在50万到百万级 据少成多 就能达到土拍保证金的 一级资金量了 一开始 W业务借来的资金 是归地区掌控的 地区拍完地之后 过不了多久就会还上 但后来 为了统一管理 W资金管理权收归集团 从此 总包单位的噩梦就来了 管理权收归集团之后 A公司借的钱 可能会在土拍结束后 给B公司 接着用来缴纳 报名土拍的保证金 B拍完之后 还有可能给C W借款的市场 无形中拉长了 没拍到地还好 拍到了之后 还款周期就可能更长了 在2021年下半年以前 实体借款方还不是很缺钱 还能宽容一些 但是今年开始 大家都缺钱 还款周期的宽容度 就没有那么高了 恰恰也是2021年底 龙湖开始大量推进 公底房业务 总包单位的工程款 开始用房子据底 8月10日 龙湖股价大跌 紧急会议上的回复是 有充足的现金 但这充足的现金 实际上是建立在 没有按时足额 支付总包单位 工程款的基础上的 这其实反映了 龙湖的现金流 是出现了流动性危机的 但这个危机 用公底房和据付的方式 转移给了总包单位 而到了今年 WA业务的利息 降到了6% 对于总包单位而言 利息更低 电资时间更长 但总包单位 并不是没有底线的 从今年开始 一直拿不到钱 还得出钱 给龙湖拿地的总包单位 开始逐渐停止 和龙湖合作 转向优质的 按时支付的国企 如果有同学工作的公司 正好是龙湖的工艺商 可以在弹幕和评论区 说一说 是不是这样 W的另一方面 就是和本土小房企的合作 比如龙湖和一个小房企 合作开发一个项目 龙湖占股70% 小房企占股30% 正常情况下 双方的投入 是按照股权比例来的 龙湖会要求合作方垫资 也就是合作方 在前期投入的时候 要支付超过30%股比的资金 业内叫做超投 整个W业务 最早是谁开创的呢 融创 不管是从实体企业借钱 还是让合作方超投 最早都是从融创开始的 W业务最大的好处 就是这种负债 不会进入资产负债表 属于表外负债 所以根本不影响 龙湖的财务表现 也不会对三道红线 有任何影响 而且表外负债本身 难以统计 到底借了多少钱 只有龙湖自己知道 所以就算出了负面舆论 解释权也完全在 龙湖掌控之中 龙湖确实不做商票了 但是W业务执行到现在 可以理解为 一种不计入资产负债表的商票 但问题是 能耗的羊毛 已经基本耗晚了 并且羊都跑去 和国企合作了 当W资金规模 逐渐下降的时候 龙湖的拿地支出 和债场支出 只能靠销售回款 但是销售回款中 也潜藏着风险 这就是第二风险 致重库存 这个风险 其实是整个行业的通点 尤其在2020年初 到2021年上半年 疫情之后 开启的第三次狂奔时期 许多房企 不计利润 疯狂拿地 让龙湖这样 对利润有严格要求的房企 只能转向 商业占比更高的土地 毕竟 纯住宅地款 大家都在疯抢 一直抢到 没利润 甚至亏本 这里的商业 指的是办公 公寓 商铺中 可受性质的商业 和龙湖旗下的天街 冠狱 这种自吃业态 有根本的区别 这个后面回说 也正是因为 龙湖确实有投资纪律 不像之前爆雷的几家一样 亏本拿地 所以龙湖能坚持到现在 但同时 造成了龙湖的货制结构中 有大量的商办 当前的房地产市场 什么样 大家都知道 商办的销售 一直比住宅困难 现在更困难了 在市场上行期 龙湖拿高商业占比的地块 是无奈之举 因为商业不好卖 所以很多房企 不会去抢 这让高商业占比的土地 地价不会特别高 有一定的利润空间 有利润 才能保证 财务体系的健康 但是到了现在这个市场 去化速度极慢的商业 就成为了拖累 车位 商业 都按照施工进度要求 持续施工 也就是在持续投入成本 但是销售端口 去化太慢 就让这两种业态 持续处于 负现金流的状态 所以我们会看到 龙湖最新的政策 把今年各地区的联中奖 和商办的销售业绩挂钩 促进各地区 所有职能的员工 寻找愿意买商办的客户 可是现在 还有多少人 会把钱拿出来 投资商业呢 另一方面的质重库存 就是三四线的住宅 前面说了 龙湖的W业务 借款规模是很有限的 保证金太高的大地款 或者核心地款 是很难参拍的 所以在W业务 和内部 两个机密指标的共同作用下 龙湖的拿地 全部倾向于 可以高周转的中小地款 只有涉及到 购物中心的大地款 龙湖才会去涉及 这就让龙湖 在上一步的拿地中 拿了一些 核心城市的成交项目 或者三四线城市的项目 这些项目 在当前的市场下 去化困难 不利于龙湖的销售回款 第三大风险 就是刚才提到的 龙湖自持商业 龙湖除了住宅业务外 还有以天接为主的 自持商业 或者说购物中心 贯狱物业等业务 在龙湖内部 这些叫做主航道 客观地说 这种航道设计 是很强大的 毕竟住宅 卖一波就结束了 但是购物中心 长租公寓 物业可以提供 长期的现金流 抗风险的能力 会比只做住宅的房企 强得多 从拿地角度讲 购物中心和长租公寓 还可以用来 作为勾地的排他条件 是很有利于龙湖拿地的 但问题是 在2021年 上半年以前 龙湖的购物中心 以重资产为主 所谓重资产 就是自己拿地 自己该购物中心 自己运营 相对应的是轻资产 就是有些购物中心 可能经营失败了 龙湖收购过来 加上龙湖的品牌 自己运营 会省去一大笔建造费用 能省下来多少钱呢 按照我从业时候 接触到的购物中心来看 龙湖中等规模的 重资产天接 从拿地到开业的总成本 在12亿上下 在开业之前 这12亿是完完全全的 投进去的成本 是没有任何回报的 在业内的说法 叫做资金沉淀 而这12亿从哪来 也是从龙湖的销售回款来的 所以在市场上行期 这一套打法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销售回款 完全能撑得住 每年的重资产购物中心的投资 龙湖每年的拿地金额中 有10%都是要拿出来 投资天接的 在市场下行期 这些资金沉淀 没有办法带来回报 反而拖累了龙湖的现金流 龙湖的商业体系 来自于一家 叫做凯德的商业地产公司 从体系到算法 都是照搬的凯德 具体算法就不详述了 因为太过机密 但是凯德是有自己的融资平台的 能够解决资金的问题 而龙湖还是依托于 住宅板块的资金来源 在如今的形势下 这种稳健 抗风险的体系设计 反而成为了拖累 最后给本期视频 做一下总结 首先龙湖和之前 已经爆雷的房企一样 都是高周转房企 甚至由于IPD的运营模式 龙湖在高周转上 比一般房企要极致得多 高周转对资金规模 提出了要求 龙湖不借贵钱 但是有W业务 来向实体企业借钱 这让龙湖的总包单位 倍感压力 已经开始逐渐减少 和龙湖的合作 转向能够按时支付 且不用电钱拿地的国旗 当W业务 开始逐渐减少的时候 龙湖的现金流压力 全部靠销售回款来解决 但是车位和可受伤办的 体量不低 变现难度大 将对龙湖的变现速度 形成拖累 最后龙湖的重资产 自持商业 也就是天接 形成了大量的资金沉淀 在上行期 销售回款充足的情况下 天接的逻辑 确实可以支撑龙湖 走得更远 但在如今的市场环境下 这部分沉淀的资金 对龙湖的现金流 也是形成了拖累 W业务的后继无力 质重库存变现难 和自持业务 在下行期的拖累 是龙湖的三大风险 这三大风险 都可以概括为 流动性压力 如今的龙湖 要解决流动性压力 只能靠销售回款来解决 销售和回款的业绩 是要靠员工拿命干出来的 接下来的这段时间 将会是 还留在龙湖的员工们 最艰难 最内卷的一段时间了 如果后面的市场有起色 龙湖扛住了 这段最艰难的时间 那么这三大风险 就只是风险 不会让龙湖发生危机 但如果后面的市场 还在继续下行 那这些风险 能不能兜得住 就很难说了